Hello 欢迎大家又回到松仔松太的频道 我们继续在香港 今天有一个比较特别的话题 想和大家讨论一下 就是一个报道 而且我想今天的主题 也挺围绕着我们香港人的生活 不只是英国和香港 是两个地方加起来的一个综合的香港人的生活 究竟是什么为之生活呢 有什么的对比 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呢 我因为回到香港之后 我对这方面有一个较为一个冲击 我觉得自己是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适合的时间 说一说这个有趣的话题 究竟是怎样的呢 事不宜遲 马上去片 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松仔仔 又是我松仔仔 不是啊 我才是松仔仔 哎呀 你是松仔仔仔啊 哎呀 我比你弄得很暖 其实这个频道是说什么的 我记得他常常都是暖的 那这个频道是叫松仔暖的什么的 哈哈哈哈 你少这么怕就认真一点 好像医院都是医院来的 那又是哦 我很怕没饭口吃的嘛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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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好了最近有一个港媒有一个报导 就是取自于香港的最大讨论区的年登 有一個年燈仔,就說他狂數香港的三個缺點 他自己就移民英國,他就覺得香港有三個缺點 令到他覺得英國是比香港好的 你知道我們這些剛剛回來香港的度假,我覺得很有衝擊 因為你光在英國一個長時間的話 你感覺不到他說的話,真實性在哪裡 因為你始終只能憑你的記憶,你的想像,你周圍的朋友給你的資訊 以及以前的和現在都不一樣 還有我覺得大家可能有一個,對英國也好,對香港也好 有一個既定的印象就是,我當時是怎樣,現在是怎樣 其實不是的,兩個地方都是不斷在變化 他會有進步,有退步,有改善,有不好了 每一樣東西都會隨著時間而流動,而所有的東西都有改變 無論你的生活習慣,你居住環境,甚至乎你出街的禮貌 我待會會解釋為什麼我會這樣認為 首先講講報道,報道就是,雞腩這麼大隻字 就說有三個缺點,他認為香港是不好的 那有什麼缺點呢? 第一,就是說香港的房子沒有家的感覺 沒有家的感覺 他說為什麼呢?因為香港的九成九個房子都是居住 因為香港的樓價很貴,大家用一輩子的時間和金錢去買一個房子 然後你只是那層樓,那棟樓的中間一層,中間一格是屬於你 感覺就好像在一個小格袋上面的一格,或者一個櫃桶裡面其中一個小部分用來放銀包和鎖匙的位置就是你的家 整個衣櫃都不屬於你的 而且你的房子還要有管理員管著 就算放一雙鞋這麼簡單在門口,或者放單車門口 很快就會被人投訴 就好像沙田有一個很出名的屋苑,你只要泊車在那裡三秒鐘的聽聞 三秒啊,你說 七秒鐘就有人鎖匪了 所以他覺得在這方面就連基本的一個自由都沒有這樣 另外呢,除了被人投訴之外 你做每一件事都要向其他人教導 譬如你裝修啊,或者你家裡吵一點點,譬如你家裡吵架 可能旁邊的屋都應該會來敲門啊 也是啊 你又會很怕影響到別人 香港的生活就是,我長期處於一個 我會不會搞到旁邊呢? 他會不會搞到我呢? 搞到我,我應該投訴他呢? 長期處於這個緊張的狀態 OK 另外呢,譬如那些大廈要維修 譬如外場要維修 譬如外場要維修 我們家裡也是這樣 在這裡住的那裡 過了某個時期 他的外場就要確定了 又要開戶,又要大家夾錢 即是搞很多事情 令到他覺得沒有一個家的感覺 另外呢,也說香港的樓 因為其實大家都是一個long lease 通常好像去到2047年,50年,2046年 即是as opposed to freehold 基本上那個擁有權又不屬於你的 即是之後就要再續 但怎樣續到現在都沒有人知道 到時候才知道 這件事跟在英國都幾不同 因為在英國就算你說 leasehold也好 如果有看過我們較早期的影片 我也有講過 如果你英國買一層樓 無論是家庭也好,家庭也好 你少過80年期的話 基本上那個 lease都不能要 因為完全不值錢的 少過80年的話 但是在香港就更差 香港呢,分分鐘你現在只是買 20多年年期的 lease 但是呢,有個未知數 整個千萬 整個千萬去買20多年 就算好像太古城那樣 999年地租了 但是呢,都不代表那家屋屬於你 因為你 leasehold 或者999年也好 跟英國一樣的 你是擁有那家屋的業權 並不擁有那家屋的地權 即是那家屋那一格 你是擁有的 但是當那塊地不屬於你的家屋的時候 它就可以徵用你的地 改變你的用途 它可以有權 可能收回你的房子 各樣的改建 這個是樓主說的 他說呢,你都不會相信 100年之後你這家屋都還存在 那就不會想著 你買了那家屋就真的屬於你 即是它覺得沒有那種 擁有的感覺 就算你花了錢 即不是完全全我的 花了一生人的金錢 你都沒有辦法真真正正 擁有那樣東西 好了,先講它第一點 它認為香港的屋沒有家的感覺 而它的論點就是 因為香港的屋比較小 最主要就是因為比較小 而且它就算買回來 那樣東西都未必是屬於你的 我自己就這樣覺得 香港的屋的確是小的 我們自己就是 叫做中產 中下產 由小到大 我都有一間幾間房間的屋 叫做OK的 不算特別小 在香港的standard來說 我算是中間水平 因為我家裡只有我和我爸爸媽媽 一家三口住 其實我從來都沒有覺得 這間屋是特別小 但我是不能夠代表全香港人說 因為我也有很多朋友 家裡只有三百多尺 但是一家五口都住在裡面 睡屋架床 所謂的房間可能就是 拉一條簾 就已經叫做房間了 我也有些朋友 他們在香港買了一層樓 是三百多四百萬的屋子 最後他就買了一層樓之後 拿那塊錢 就在英國買了一間三房的獨立屋 還要有車房 有前後花園 他就覺得 對他的生活質素 是馬上升級 因為他在香港同樣的錢 他只能夠有一間三百多尺的屋子 而且也是很殘很舊 那個區可能 他那層樓還要硬樓梯 不是說是電梯直到的 是舊樓 所以他去到英國之後 他的心態就覺得 我已經得到我人生裡面 最想追求的那樣東西 而他得到那個滿足 那這件事他就令到他覺得 我在英國那層樓的確實才是我家 我在香港不是 我好像睡在一個籠裡面的感覺 我跟松太第一天回到香港 我一入屋 那一刻我覺得 其實我不是不知道我家是怎樣 我在這裡住了幾十年 我很清楚 沒有一個角落 沒有一個磚頭 我都知道是什麼樣子 但是那個空間感 原來你幾年沒有回來 你是會忘記了 那個空間感 你第一次回來的感覺 第一次回來的感覺 但是現在坐了一陣子 我又不覺得有第一下的感覺 是呀 是呀 好有趣 好像你坐監坐得來 不是呀 沒什麼 是呀 是這樣的 什麼天天都可以自由出門口 我是要等放風才能走出去 你是這樣的感覺 你開頭回來的那一刻 很不習慣 我為什麼這麼擠 那幾個四個行李箱放進來之後 我沒有地方走去打側身 走去走廊那裡 我說走 為什麼我家這麼小 我以前不覺得 那廳很大 是那一刻 但是 很老實 我真是苦心自問 這十幾天 我留在香港 暫時來說 這十幾天 我最掛念就是我自己的房子 這個是真的 我掛念我的床多一點 對 首先不要說那麼多 我房間的床 是超級尺寸來的 我跟松太 在香港人來說是很奢侈 怎樣奢侈呢 我們買 那張床不是奢侈 那張床很便宜 在IKEA買它的 超級尺寸 它能夠提供最大的尺寸 那我們是怎樣睡覺的呢 我們 我是要求 我是可以大致型地 躺在床上 而我是基本上 碰不到的 碰不到松太的 對 我這五六年都是這樣睡的 另外就是我跟松太 是各自蓋一張雙人的皮 因為我喜歡夾著一張雙人的皮 而我跟松太在中間 睡覺的過程 其實是沒有交集的 沒有啊 而我現在跟松太在香港 睡一張普通的雙人床 沒有啊 睡啊 我簡直覺得自己呢 是怎樣說呢 我完全轉不了身 我一轉身 我背部就貼著牆 我有幾晚是失眠 而不是因為時差 而是因為床太迫的關係 這一點我就真的到現在都不是很習慣 嗯 還有在英國呢 我有自己一個studio 那我晚上我做完東西 我可以坐在裡面 我喜歡怎樣也好 我又玩也好 我又看電視也好 我又睡覺也好 什麼都可以的 那但是你回到香港呢 就完全沒有了私人空間 因為我家裡現在住了六個人在那裡 那確實上是有點逼的 就是你走過走廊 有兩個人走過 要避 這樣避 那在英國呢 我就從來都沒有這個需要 那的而且確呢 這一點是會令到人呢 是很掛著英國那邊的生活的 但是 我又這樣說 你說加不加呢 我覺得不是由一個size去決定 是呀 我也覺得是呀 看你放些什麼在家裡 你家裡的人在那裡就是家裡 那裡 其實這個是真的 就是 在香港呢 你說有康奸 康奸系 康奸系 就是可能呢 你住在哪裏啊 你姓什麼名什麼啊 你有什麼叫實 可能八卦一點 可能都知道 但問題是 他都給你一個sense of security 是啊 在英國住house呢 有一個問題就是 你覺得好沒有保護 就是好像是 自己顧自己 對啦 你是on your own 那種感覺 就算你有鄰居 是 有時候鄰居很friendly 很互助 但問題是否真的有起事上來 它是可以出現呢 那你香港呢 其實不是說 食招勁 而是你那棟apartment 你那棟大廈呢 你那棟大廈呢 你只有一個路口進去的 對吧 是啊 除非它懂得飛簽酒壁 蜘蛛盒 飛簽酒壁 我那棟大廈呢 下面裝了bought wire 有了欄 下面這樣爬不到上去的 是啊 那當然啦 你難說有些混水摩魚 進來 但我家屋本身 只有一個入口而已 除非它在外面窗蜘蛛盒 爬進來 對 其實我覺得可能性 就比較低一點 但是在英國不是的 你的房子是會有很多access位 是可以進來的 我自己呢 覺得 在香港 住一間屋呢 我是能夠 不需要怎樣操心 這個房道 是啊 你又不用做cam 你又不用做閘 是啊 我家是沒有閘 沒有cam 只有一個大門鎖 大門鎖是很穩固的 是 基本上回到我家 扮到門 我就去睡覺了 也不會 吃阿籃 不會覺得 突然有人在外面扮門 會是什麽事呢 因為我自己 我和宋太經歷過這件事 我在外面有人扮門 那一刻會害怕的 你不知道究竟他是郵差 還是他是騙子 還是鄰居 還是有其他企圖 那這件事呢 如果 你單純是以住屋 這樣比較的話 那其實我覺得 各有自己的優點和缺點 再另外說 譬如你說 那個 擺東西出門口 被人投訴 是 其實在英國 你都不一定可以 隨便擺東西出門口 不過有的 有些人會 擺一些單車在門口 是啊 但這個就是看你自己 夠不夠勇敢 說真的 擺不是問題 問題是擺完第二天 你會不會還見到他在外面呢 這個才是最主要的問題 那還有呢 英國很大風 是啊 就是大雨 那你擺出門口的話 它很容易 風吹雨打 風吹雨打 你都未必捨得 說真的 那再下來講講那個 leasehold和freehold的問題 在英國呢 就freehold的物業 其實較為多些 也都 政府也都鼓勵你去買freehold的物業 instead of leasehold 起碼你不會有一部分 被人控制住 那 香港呢 這裡呢 確實呢 我覺得最大的問題 不是他leasehold 亦都不是說 那塊地 會會隨時被人改變用途 而是 你用一個這麼大的錢 去買一個這麼短的年期 其實你的風險是很高的 即是銀行呢 你有錢交這個mortgage就沒問題了 發展商說你有錢給首期 過多壓力測試我就賣給你 對他來說風險較小 他不怕你還不起錢 但你的問題是你接了火棒的時候 你越來越迫近的大限 越來越快到期了 那怎麼辦呢 我想這個是令人憂心的地方 你說如果 英國 譬如香港 剩下25年 lease 但他只是賣25萬的 我相信沒有人會投訴 當然沒有人會投訴 因為相對風險小 不滿意不是投訴 不滿意的地方是因為 那個年期短 而令到那個風險 令到擁有那個人的風險提高 如果我是 cash buy in 兜兜 即是工斷了 但我只剩下25年 那我是不是更害怕 那我究竟應該住在這裏 還是賣掉它 還是搬 這個又會是你的考慮 那樓主說 你都不相信香港的樓 你住的那層 一百年後還會存在 但其實你要想回英國 都未必一百年後還存在 是 英國是有很多樓幾百年 但是你也看到的 那些超過一百年樓零的樓 那些樓的質素和狀態 都是非常堪餘的 那你需要放下去的維修成本 其實相對地會較為高些 那樓主又說 英國的樓可以 細細代代傳下去 那還有 如果只要你不影響到別人的話 就算你潛建了一塊東西出來 擴建一間屋 那也沒有問題的 沒有人會理會你的 那其實也不是絕對的事實 因為在英國來說 如果大家有看我們的影片的話 那其實通常都會看到 在英國建屋 有很多的條例是需要跟進 還有很多的延伸 那些計劃都不是那麼容易入 而且在現在的房屋政策裡面 是有很多的規限 以前沒有的 但是因為人口多了 然後政府也要重新規劃土地 那變了有很多新的條例 就是逐年會加了下去 譬如你這間屋 又不可以改成是HMO 你需要申請 你後面的花園可以建多少出來 你也有一個很明文的規矩 你建玻璃屋還是建延伸 有多少百分之是玻璃 多少百分之不是玻璃 而令到它 classified為一個延伸 還是一個玻璃屋呢 也有很嚴格的規定需要去進受 而且中間也有很多 建築規定 計劃 也要找職司去做 所以就這樣一概而論地說 英國只要不影響到人 我就建什麼都行 那這個就未必是一個真實的情況 但當然 其實在香港 那個建的問題 就更加複雜 基本上你就不可以建東西 我家裡是有露台 但是以我所知 我的露台是並不能夠 裝任何東西上去覆蓋它 只要你一裝東西上去覆蓋它 你就已經是潛建的了 所以以前 比較寬鬆的年代 很多人裝了 最後都是要清拆的 所以你在香港 你想改建 不要想 是不需要考慮的東西 所以基於這個原則之下 的確你在外國 起碼可以選擇 所以你可以做一次老闆 但這件事的確 對於香港人來說 是一個新鮮的體驗 好了 第二件事 他就提到 在住方面 除了房子大和小 擁有不擁有 年期之外 他也覺得 在香港 是沒有什麼倫理關係 因為每個人都早出晚歸 基本上 就是忙得很緊要 完全沒有說 別人倫理 自己家人的關係 都未必搞得到 是一個很冷漠的世代 沒有人會照顧你的生死 很多時候 隔壁論社 根本性什麼 什麼都不知道 而且招呼都不會打 但是他說 在英國就不同 他說 英國就好像一個社區 這樣的生活 英國人的家庭 比較大 大家都比較注重家庭生活 留在家裡的時間比較長 自然見到鄰居的機會 也比較多 有時候 譬如你洗一下車 放狗 走出門口 倒垃圾 倒垃圾 看到又會吹兩句水 平日 通常一般都會幫忙 收件 然後就問 誰還沒拿件 快點到我家裡拿 那時候 那時候又會送禮物 這些我們 在這麼多集以來 覆蓋過無數次 怎樣幫鄰居收件 怎樣 聖誕節 跟鄰居寫卡 寫什麼賀詞 給什麼禮物 這些我們也有 詳盡地掩蓋過 但是你在英國 就會有這種倫理關係 但是你在香港 就得不到 某程度上 我認同 因為 剛才樓主掩蓋的事情 基本上 我們全部都有在我們生活中發生 也是很常見的 但是問題在於什麼呢 問題在於你不能夠說 這一個就是英國人的居住生活 因為 你是不是有一個這樣的 community 這樣的社區 這樣的鄰居關係 是很dependent 你的彩數 基本上 如果你是一個好的社區 鄰居是友善的 高質素的 是 沒錯 你的而且確是會有 我剛才所說的 我之前有說過的鄰居 幫你剷雪 無常地幫你剷雪 有空 甚至乎邀請你入屋 吹水 喝杯茶 也有很多移民英國的YouTuber 也有分享過 無常常在門口倒垃圾 進去別人家裡 喝茶 吹水 吃點餅 都有 但問題是 同樣的時間 也有很多的網友 或者是英國的二英的朋友 都是遇到一些鄰居上的問題 而在香港 他未必會有機會要接觸的 譬如我們的新聞也有說過 譬如你用鄰居的尼巴 高還是矮 他會不會爛了哪個維修 這些問題經常發生 鄰居的年輕人 踢了個球 你又要撿回給他 然後夏天 可能一天裡面有三十次的 你不撿回給他 他自己爬進來家裡拿 對 你是有好的地方 但同時之間 亦都有一些 不好的情況出現 或者最常見就是 有些鄰居 把車子停在他家門口 我經常收到一些 述述是這樣的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述述 他可能會問我 拿提示 我拿意見 有很多時候 我不是你的鄰居 或者我不了解你 你當時的 跟他處理關係的狀況 很難 一個第三者 去幫他解決 譬如鄰居 射燈射著他 明明他有停車位 不怕他 是要喜歡剷在我的鄰居 鄰居 鄰居 這些其實 我自己都有 曾經試過 你說再好一點的 倫理關係 更厲害 例如那些 香港人村 我經常都說 松仔經常說 那些香港人村 我告訴你 香港人欺騙香港人 你住在那些村 才多是非 多麻煩 這個也是好看 你住哪一條村 或者那條村的哪一塊 我是見過一些村 是好到每個星期六日 開派對 大家圍在一起唱K 他們的車房 你也去過 左邊的車房 拿來做了乒乓球室 右邊的車房 拿來做了桌球室 而你不覺得 乒乓球桌 和桌球桌 是大家合資一起去買的 即是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都有 但是你說 是不是個個都這麼friendly 非也 即是好看你 你住在哪裏 然後 然後 有一位我的客人 就租了進去 他本身已經買了樓 不是跟我買 他自己已經買了一層樓 就打算幾個月份 要搬進去 其實他提早很多個月 就離開了 他不肯離開了 他住在那裏 太好住 他覺得太開心了 因為那裏 他不懂得開車 有人說 你順便一起買菜 一起出去 或者是哪裏 有其中一個鄰居 就在海鮮檔那裏做 知道海鮮何時新鮮翻貨 嘩 就特意提醒村民 何時入貨 有節 即是開心的 是開心的 那這種關係 我不知道新界的村屋 會不會有 因為我沒有住過那些新界的地區 是 但是在城市 一個石屎森林裏 你說我和旁邊 陳思拉 硬熟都好 他都未必會請我進去家 吃一塊攤 亦都不會說 旁邊那裏有九折 整班一齊下去 一趴司拉一齊去買 少一點 不是沒有的 有的 可能你都要去到 一個退休的年紀 經常在一個村裏 大家到處去耍太極 做運動 你認識了一班街坊 一起喝茶 你才會有這種生活 但是 去到英國 如果你有一個好的倫理關係 香港人 其實都可以很friendly 但是這個不是絕對 你不能夠拿去 說你來了英國生活 你就有這種 這麼幸福的鄰居關係 不是這樣的 這個純粹是看 你住在哪裏 以及 你的命運 安排到你去哪裏 其實我自己覺得 住在英國也好 還是住在香港也好 無論你怎樣選擇 都不代表 那個選擇 是絕對的對 或者是絕對的錯 兩邊都有它的好處 兩邊也有不好處 好看你自己 首先 你自己的應付能力 應付問題的能力方面有多高 這個我覺得是很取決的 有時候有很多人可能 他就算資金很充裕 他是有很優厚的條件 但他過到外國 他都不適應 可能因為他面對一些辛苦艱難的問題的時間 他面對的能力比較低些 這個可能會令到他有一些阻礙 而其他人沒有 在能力方面 已經有一個差異 每一個人不同 第二就是心態問題 你覺得你遇到一個問題 你已經覺得很困難 很氣餒 還是你覺得 其實不是的 這件事我面對第一次 我解決到 第二次就不會再 我下一次就知道 我下一次就知道 就當作學習 因為你 為什麼會覺得是問題 因為你不懂 就好像的 我今天要舉一個例子 例如我今天去一個 一個都很遠 在大嶼山那邊的 一個Softplay 很大的 三萬尺 這樣的Softplay 我跟松太去到 就搭升降機 搭升降機 出現了一個奇景 我跟松太入了一部 沒有擠壓的升降機 又沒有東西可以拍的 那他怎麼知道我去哪裡 他都沒有動 蛤 他這樣動嗎 我不明白 等一下 就是這樣 我跟松太在升降機 僵持了五分鐘 還有按按鈕 他不開門 我不知道做什麼 我可能會把升降機 那樣的感覺 但我還沒差 還沒按警鐘 他自己又開了 我覺得好像是 升降機是懂得玩 那我走到出去 我再問 找一個職員來問 我才知道原來 現在香港有些商業大廈的升降機 是 按鈕在升降機的旁邊 在旁邊的 在外面 不在中間 在旁邊 總之不是在中間 然後你按你想要去哪一層 他就告訴你 你ABCD去哪一部升降機 然後你進去 你就上去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 很複雜 哪一條粉腸發明這些東西 即是它是方便了還是複雜了 可能它是想疏道理 讓你確認自己去哪一層 我不知道 總之是這類型的高科技產物 我只想到 糟了 我們連升降機都不會搭 是啊 然後我就跟我的朋友說 喂 這是什麼 我看都沒看過 搞錯啊 幾年前香港已經有了 這些是很普遍的 你們兩個大鄉 你都不懂 我承認我是大鄉 我在香港遇到很多 這類型的奇怪問題 比如第二樣就是 它有泊車有違 是 因為我們要駕車才去到 我泊車呢 他給了一個offer 我可以免一個小時 我就馬上去拍 他說 你要做了會員 才可以有一個有違 但我回到APP 但我回到APP 申請 我說 為什麼香港現在什麼都要做會員 是不是就是打黑癡都要有會員 走路都要 對 你下載了APP 你有沒有做會員 你有做會員的話 我給你向前走兩步 如果不是的話 麻煩你不好意思 你要退後兩步 我又試過去七仔買東西 買一些薄荷糖 譬如我要檸檬味 然後他說 你買兩包呢 又多少錢 那就搞到我很複雜了 那我究竟應該買一包 還是買兩包 我明明是打算買一包 然後我就說 我都是不要檸檬味 我要提子味 我給你提子味 買兩包便宜一點 好吧 我選青檸味 他說不要了 我都是不要青檸味 要檸檬味 然後他説我 他說先生 你想好了嗎 不如你想好了一次過說 然後我就覺得 很大的壓力 我覺得我買東西 要給我一點時間 對 因為後面有人在排隊 還有我今天出車的時候 我也是 我的App 80通就轉到電話 轉到電話 我拍不到 拍不到 就這樣說 我叫職員 然後我叫職員 然後後面一排車 就看著我 然後職員 急步地跑過來 然後我就坐在車上 然後後面那些人 就伸了頭出來 看看你發生什麼事 真的 售事 售事 我不敢轉眼 我覺得 那種壓力很厲害 我有一點點受不了的感覺 明天香港頭條 鬆仔不懂得嘟八達通 超離地 不是 香港不是只有我不懂得嘟八達通 曾幾何時 有一個女人都不懂得嘟 但是 我覺得我OK 我又不是不懂得入地鐵 我是不懂得出停車場閘而已 我不算離地 我是太貼地 因為平時沒有開開車 平時是嘟開八達通 在油麻地的站那裡嘟 很少在一個停車 對 鬆仔不懂得嘟八達通 因為他太貼地 但是這些問題 你遇過一次遇過兩次 那你就知道了 你下次你不會再撞同一個人的 不會做蠢豬的 你不會再做蠢豬 但是你來英國生活 你都會遇到很多這些事情 譬如所有 我所有的客人來到英國 第一件事 就是 完全不懂得鎖門 我有一個客人 他是 他說他收了一層樓之後 他說 鬆仔你知不知道 原來我上個禮拜 整個禮拜都沒有鎖門 但是我家裡是裝了攝影機 他真的超怕那些 裝了攝影機 沒有鎖門 鬆仔說 其實那裡也挺安全 我整個禮拜都沒有鎖門 沒有事發生 那你幸運 都會遇到這些問題 但是當你知道之後 原來英國的門鎖的時候 要向上趴趴 你才可以鎖到 否則扭了也沒有用 他就說 因為鎖匙不對 總之扭了 他覺得自己鎖了 但他就沒有鎖 其實他沒有向上趴趴的動作 所以每一個香港的朋友 來到 我都有理不理我 我教一次他怎樣做 然後每一個人 第一個反應就是 噢 其實我回來這麼久 我有一個很深刻的體會 就是什麼呢 其實我覺得大家 無論移民也好 不移民也好 可能因為前幾年的問題 大家就有一個 有一個敵我的矛盾在這裡 就是覺得 我如果選了離開 我一定要切法證明 給留在那裡的人看 我的選擇才是正確 我的選擇才是正確 你決定留在那裡是錯的 我的選擇才是正確 是 所以千方百計 要找一些原因 找一些理由 告訴別人 或者甚至乎 自己告訴自己 我的選擇才是正確 我做的一切 都是對的 這樣 但留在那裡的人 也會覺得 你是最錯的那個 你走的那個 才是最蠢的 也千方百計 用不同的原因 或者說 例如 看到一點點 關於外國一些不好的事 或者一些人 一些挫敗的地方 就會將他無限地放大 然後就用來取笑 或者嘲笑 其實我覺得這個風氣 本身就已經是不健康 也都不應該這樣做 我自己最大的感受就是 我覺得因為 香港是我出生的地方 譬如說到家這個問題 其實我在現在 這個拍攝的環境 這個家 我已經住了 真正住的都有 差不多20年 有一半的人生都在 我有很多美好的回憶 我自己的人生的經歷 都是在這個家庭發生的 以前我樓上有一個 都挺好的朋友仔 跟我讀同一家學校同一級的 我晚上做完功課 我就飆上去家裡玩的 有時候就飆下來我家裡玩 長年累月也有這種關係 所以你又不能說 沒有倫理關係 因為我在這個屋苑 我也有很多同學朋友 一起玩 有一個很快樂的回憶 我自己是覺得 這個就是我的根 沒有說 一個絕對就是我離開了 我就不可以喜歡這個地方 你仍然對他 是有一個感情在 對這裡的人和事 也是一個感情在 所以去留與否 其實很難就這樣片面 用一個觀點 兩個觀點 你就可以概括了 因為始終 每一個人 他去到不同的地方生活 他自己 就是在創造他自己的故事 有些人 我見過有些網上 有批評過我 他說 鬆仔 亂說的 他說的 他說的 都不是每樣都中 我就遇過一些很不同的事情 其實我也很想回應 當然 這個不用說 每一個人遇到的事情一定不同 就算是給了我 同一件事遇到兩次 我也沒有可能 那件事是完全一樣的發生 對吧 因為每一個人的經驗 體驗 和他自己對那件事的看法 和經驗 感受都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沒有說 一個絕對的對 和絕對的錯 我覺得 移民也好 留在香港也好 甚至乎 移民願回流也好 我覺得是要尊重當事人自己的決定 因為大家是尋找他心目中最幸福 最美滿的生活 而我們作為旁邊的人 你是沒有辦法可以用一個客觀的角度去批評 人家究竟他自己在想的目標 是不是一個所謂的幸福美滿 因為幸福美滿是一件主觀的事 所以其實我覺得 我主要想帶出訊息 我覺得大家不要給自己太大的壓力 一些無形的壓力 就是我要為了證明我自己活得很好 所以我就要千方百計做很多事 去證明給別人看 其實你的生活 你的移民 你的目的 是不需要向任何人證明 也不需要向一些不關事的人交代 你只需要向你自己和你的至親交代 那就已經足夠了 Anyway 今集的時間到這裡就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喜歡看我們的影片 記得要like share subscribe 按一下小鈴鐺 那就知道我們下次何時出片 下集再和大家見 拜拜